我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 向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班级经营的受欢迎的故事 在与同学们相处的日子里 我始终秉持着一颗真诚的心 用陪伴与关爱去经营班级 逐渐成为了大家都喜欢的老师 首先,我以身作则 时刻为同学们树立一个榜样 在课堂上,我认真授课 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在课余时间 我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 其次,我注重与同学们之间的沟通交流 我经常走进同学们的生活 了解他们的需求与困扰 并尽力给予帮助 每一位同学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我会耐心地倾听他们的故事 并努力寻找让大家共同成长的机会 最后,我会举办各种有趣的活动 让整个班级充满欢乐 比如,我们会组织交游 运动会 文艺活动等 让同学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相互了解 相互帮助 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收获了同学们 越来越多的喜爱与信任 我知道 这份受欢迎不仅仅来自于我的教学水平 更来自于我那颗真诚的心